洗车吗 洗车 我洗 你洗十块钱一次啊 这么便宜啊 要不要洗一下 我洗得很干净啊 那我开上去是吧 好 在院子里洗车 小舅舅 你这样经常帮你洗车 嗯 提得起吗 哎呦 那你一般洗车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 先用清水把泥巴擦干净之后再打泡沫 然后用干拔布 把车上面的水擦干净就可以了呀 为什么十块钱一次呢 后面的船上是收了30块 我这里只收10块 不然的话没有人到这里洗 那这个路上车多不多啊 因为上面有个农庄 星期六新一天的时候 车也比较多呀 如果多的时候一天洗十几台车不累吗 累也没有办法 因为家里只有爷爷 只有爷爷 家里只有爷爷 爸爸妈妈呢 失踪了 失踪了 你没有见过你爸爸妈妈吗 没有见过 为什么爸爸妈妈会失踪了是什么情况 因为我爷爷早点死了一个地方打工 有点便走了 从来没有回来过 那你想不想他们呢 我不想 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完全没有概念想 那你平时觉得洗车苦苦苦内不了 我有什么办法 我又不像别的孩子 一样有爸爸妈妈 有可能这辈子爸爸妈妈应该不会回来了 等我长大把爷爷照顾好就好了 哥哥 你还有什么事 没有事的话 我先帮你插车去 冲一下就好了 其实我的车已经洗过了 不用洗了 钱我会给 我那次我车洗过了 不用洗了 不用你那么累 那我说你五块钱吧 没事十块钱就十块钱 平时批材都是你批啊 没错 小心点我 小弟弟你叫什么名字 小心哦 你会上市上时有妈妈好吗 不会 因为里面的歌词都是假的 不然的话妈妈也不会抛弃我 也不会这么多年不回来看我 这要多少钱呢 200多吧 那钱这个拿来干嘛呢 给我爷爷买生日礼物 给我爷爷买个蛋糕 还买一副眼睛 因为上市上山把眼睛摔坏了 祝您们再这样看